在这个充斥无良米商 黑心有场的年代 还是有些小农 默默坚持他们的良心事业 我们的米最大的是好吃 来 我教你怎么用 怎么用 我们在割的时候 就手拉高一点 然后这个弄低一点 把它割下去 他是陈奕宏 今年的十大经典米得主 他们家的米因为甜度高 光放着就会长蚂蚁 陈奕宏说 好米跟坏米 其实肉眼就可以分得出来 像这个呢 它米粒有卤白质 然后米粒又不完整 所以这个就比较不好的米 那像这一种呢 这个米 米粒完整 要晶莹剔透饱满 所以这个就属于比较好的 这些形状饱满漂亮的白米 全是因为有机种植 会选择有机农法 是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因喷洒农药中毒两次 其实他皮肤很不好 就是喷洒农药对皮肤不好 然后就是一些海鲜类都不会吃啊 吃都会过敏 其实陈奕宏从小立志长大不要种田 因为没有玩乐时间 直到五年前 他发现父亲老了 终于愿意回来接棒 但有机种植挑战很多 像是福寿螺跟杂草 苦茶破 那是植物性的东西 它可以去抑制福寿螺 那你杂草就是只能用水的方式去抑制 最让他头痛的是田鼠 他们有一些山产店的 然后他们自己来那边抓 因为知道说这是没有吃农药的老鼠 所以说比较好 还有怎么赶也赶不走的各种鸟类 他试过稻草人 放鞭炮 加油用的瓦斯喇叭 各种方法都无效 最后他跟鸟妥协了 稻子在成熟的时候就先割一块地 然后他就会去那边吃 他就站在那个地方 你割完之后 他有那个碎稻骨 他就在那边吃 他就停在那边吃 他就不会去吃别的 种到米这些年 他体会到鸟吃剩的就是它们的 因为粒粒皆辛苦得来不易 所以他从小就有个习惯 我如果出去外面吃 我再怎么吃不下 我一定会把马银饭吃完